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实力好可以拿得到学历 但是游学基本上只是可能去念一些所谓的语言学校这样子 但是也不错啊 也开开眼界啊 是啊 那现在有个叫度假 有个叫打工到国外去 可是把这两个合在一起 哎 不错 我跟你讲 我有一次去日本的时候 就曾经在一个餐馆里头 碰到我们台湾的一个学生 他就是去度假打工 在那边 他说也不错啊 一个礼拜五天他在那边工作 然后礼拜六 礼拜天 他就拿着他工作的薪水 然后到处去游山玩水 那当然他还利用那个时间 也上语言学校就像你讲的 去做一些他觉得可以的进修 对 所以真的 这也不错啊 真的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对不起 我开个玩笑 所以有一个 我看那个电视台节目 他有个日本女孩说 你们台湾人很奇怪呢 看到我是日本女孩 跟我说 只跟我讲两个日文单字 跟Yamete跟Hayaku 像话吗 是从日本那种比较成人的片子 你们学来的 我说你要学语言 麻烦去比较正式的学校好吗 你看什么片子学 还蛮重要的 对 然后日本女孩说 对不起好不好 不要只讲这些 有的没的好不好 对啊 当然这是开个玩笑 可是你要去 其实度假跟打工 这两个东西 基本上是可以合而为一的 多好 对不对 而且更好的是 现在我们的外交部 哇 就关切到这样的一个趋势 所以现在还特别 就是有一个平台 告诉我们的青年朋友说 如果你想去国外 做度假打工的话 你有哪一些的国家 也许是你可以选择的 然后你有哪一些的国情资讯 是你需要注意的 所以我们现在 这个好康的要介绍给大家 对 我们现场请到的是 外交部公众外交协调会 副执行场间 外交部的副犯人李献章 李副犯人 哈啰你好 是 两万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国家是搞外交的 不但年轻还是个帅哥 开玩笑 外交官 谢谢日行 谢谢日行 但副发言人 我们要来讲一讲 就说我们 在我们的外交部的官网上头 进去之后 其实就可以看到 有一个青年度假打工 这样的一个专业的平台 那这个项头有多少国家 目前有14个国家 OK 所以为什么是这14个国家 我们谢谢主持人的提问 这个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们目前 其实有一些国家 有兴趣跟我们谈这样的协议 但是我们考虑到 国家选择的标题 有几个标准 第一个就是希望这个国家 是相对先进的 安全的 医疗设施方面够的 家喻资源也很充沛的 这样才能够有一个 让我们青年朋友出国 能够得到一个安全便利 友善的一个 度假打工的环境 然后也能够对自己 有所增长 所以这个是你们 标这14个国家的 最主要的目的 不是说除了这14个国家 其他都不能去 只是说外交部 对这14个国家的状况 比较了解 应该这样讲 因为你看这个上头 包括非洲 中南美洲等等的 当然不是说这些国家 你们大家不要去 只是说这些国家 毕竟站在官方的立场 他要特别的审慎 所以刚刚所提到的 一些治安的问题 等等的状况 总是要比较的 谨慎以对 还有语言的考虑 也是个重点 欧洲国家普遍英文 大家可以通行 那么有些像西语系国家 法语系国家 因为国人能够 超这两个国家 这两种语言的 毕竟是少数 所以我们还是要做 这种语言方面的考虑 对了 那所以现在包括了 北美洲 包括欧洲 包括这个亚洲 你们都有国家推荐 就说把这些资讯放上去 所以现在看起来 大概我们国人 去最多的国家 是哪一个 是 目前这样子 全部有14个国家 其实也不是说推荐了 就是说我们跟这些国家 双边有共同的意愿 达成这样的双边协议 那么里面所有的内容的安排 包括度假 打工时间的长短 相关的待遇 比如涵盖在健保里面 这些待遇全部都是互惠的 对 因为避免稀释掉 国人应该有的健保资源 所以这些的安排 都要经过细部的会商 协议之后 才能够达成协议 那你提供哪一些资源 比如说怎么样去评估自己 在适合哪一些国家 那就要看个人 以目前的 我们从93年开办到现在 目前有14个国家 其中最受 目前大概有将近19万多的国人 到海外度假打工 这么多了 那么其中有15万6千多人 是到澳洲去 澳洲最大中 大部分去澳洲 19万人次里头15万 6千人 我记得 0.4分之3 对不起 我是外行人 可是我记得澳洲 据说澳洲人 他们当地人 最不喜欢当地叫屠夫 杀牛的 不是杀猪 杀牛的 所以我不晓得 我们去那边 到底外交部门 有没有调查 到底是哪些职业比较多 有 我们做过一些调查 和太阳的分析 那么国人 当然澳洲 因为它产业结构的问题 而且它的国土 台湾在256倍大 人口2300万 跟台湾人口差不多 对不起 因为澳洲很多地方 都没有开发 都只有在海岸的地方 对 很多人口也都集中在大都市 还有沿海地基 东南部 所以呢 很多比较偏乡的地方的 农场 果园 蔬果场 或者是屠宰场 或者是超级市场 这三个类 是类别 是我们国人集中 也是大部分外国人 是到澳洲度假打工 最集中的几个产业 果园啊 OK 果园是去干嘛当农夫 采草莓 采蔬菜 或者采苹果 我了解 所以还有服务业 超市 所以这样子度假打工 期限可以为期多久 对 澳洲因为 之所以接受国人欢迎 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 因为他离我们台湾近 对 相对的呢 他做的服务业 是比较初阶的 语言能力需求 没有那么高 是 因为如果在澳洲 欧洲去 他做的是服务业的 你做贩卖业 做精品业的贩卖 你大概就 比较多的英文能力 需要 对 而且需要其他的配合 那最重要的一点是 澳洲对这个 全球度假打工的青年 是开放的政策 而且他的条件最宽松 你只要申请到的 度假打工签证 你可以做一到两年 可以做这么久 对 那我们其他的13个国家 除了英国 给我们两年的期限之外 其他的国家 几乎都是一年 那么捷克是给 奥地利是给六个月 六个月 对 所以这个每个国家 能打什么工 对 所以这个每个国家 我们要跟他们对话 看看他们需求 我们需求 中间能够 能够 能够 媒合起来 所以这个 我觉得外交部提供 这个资讯非常重要 其实有时候 不是打工的本身 而是他本身 所面对的待遇 比如说那奥地利 只有六个月 我去那边熟悉了 等于要进入状况 他已经签证 已经到齐了 这个东西就要多考虑 不是不能去 只是说你 如果你觉得 奥地利这个风景很美 那你是要去 打架的意义 多于打工 不是打架 我在讲什么 度假 度假的意义 多于打工的话 那还是可以去 只是说 外交部提供这样的一个 资讯给你 你自己去做选择 这些都是要 在行钱 或者说你在选择国家之前 你就可以充分了解 充分比较之后 然后再做出一个 比较 对你来说 比较合适的选择 所以我们等一下回来 也要请教 这个副发言人 因为你出门在外 凡事总是小心一点 第一个 可能是不是想说 我虽然是去打工的 可是我钱 是不是总是要背着一点 对 以免在外头 需要用钱的时候 怎么办呢 怎么办 所以那我钱不够 我可以贷款吗 然后第二个是说 既然提到保险 那我们要不要购买一些 海外保险 对于这些问题 外交部有什么样的建议 带我来 12点17分 欢迎回到九一期 在一起 POP Radio 台北的讯会 我们来POP抢先报 我是郑诗诚 我是汪永和 在现场接受访问 是外交部公众外交协调会副执行长 兼外交部的副发言人李宪章 来谈谈这个外交部的青年度假 打工计划 对 大家提到这个14个国家里头 包括了像这个英国 德国 比利时这些国家 还有奥地利亚 这些都在这个外交部的这个平台上头 有专门的介绍 是 可是像有些国家 刚刚比如说念的这些欧洲国家 生活消费水准都是比较高的 那有些年轻朋友也许会担心说 我去到那边 那个欧元当台币在用 对 需要很多钱 对 尤其我可能念书的时候 我就有一些旧学贷款了 那我如果要度假打工 还可以 政府有相关的贷款的申请 对 是不是 是的 有 那个我们因为 基本上目前度假打工计划 我们有个行政院下面 由外交部主导 有个跨平台的会议 协调会 那么其中教育部在里面也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他们在教育部的青年发展署里面 有一个计划是 青年海外生活体验专案贷款 那么这个贷款的年纪的限制是 20到30岁之内的年轻朋友 你一辈子大概申请一次 那么你申请的条件呢 基本上就是你身家清白 如果说你有特别的家里有特别的情况 比如说你的家庭年收入所得114万台币以下 是属于算偏低收入的所得 你申请贷款额度啊 最高可以到12万 12万 你可以不用准备自备款30%的自备款 对 那你根据你申请的高低啊 那如果是一般的家庭 大于比较 收入比较高的家庭 你为了不增加爸爸妈妈的负担 你可以申请最高七成的这个贷款 那将来分五年贪还 以目前台湾中小企业银行的利率2.53 那贪还的话 平均一个月只要花2600块台币 OK 所以是非常低利的贷款 而且这个贷款不限于这个度假打工 你如果是出国游学 自助旅行都可以申请 所以外交部为了拓展年轻人的视野 就是有些是配套措施 希望大家利用这样的资源 可以去国外用各种形式的方式 游学留学或者是度假打工都行 对 那可是保险的这个部分呢 那国内的健保 比如说如果他要去两年的话 他要停保吗 然后那在海外的这个保险的部分 怎么去因应呢 是保险的部分特别重要 我们也特别要强调 呼吁国人或家长 特别家里有小朋友想要出国 做这方面的计划规划的话 保险特别重要 第一个国内的健保一定要保留 第二个出国因为度假打工的时间 通常是除了奥地利是六个月之外 其他都是超过六个月的 最少一年到两年 如果你保留平安保险的话 它的涵盖的时间只有180天 所以你剩下的时间 你就是一个无保险的一个无保险人 很危险 所以除了出国度假打工的时间 一定要跟雇主签合约 工作合约 雇主会投保职场的安全保险之外 做当地的雇主 雇主有责任有义务要投保 所以在不打黑工的情况之下 雇主要这样做 那么第二个就是你自己为了要求的一个 周园完整的一个保障保险 那么保险你就要加保一些医疗的 伤害保险 那么如果你比如说休假的时候 度假打工 周末休息的时候 开车出去玩 那么出去 周游列国也好 出去玩的时候 你有这个伤害旅行 伤害保险 对你来讲就不会造成额外的 这个医疗的负担 了解 所以这时候就想到 这个马总统的这个政绩了 因为我们很多地方是免签证 因为有时候你的 万一你的这个旅游性质一改变 跟你去美国 我们现在免签证 美国之前 比如说我们去采访的时候 就强调说 请问你是什么签证 如果你是什么商务签证 或是你些不是商务签证 你却是在采访 那时候是 其实是有一套规矩的 现在免签证 这样会比较方便一点 而且我们建议就是说 如果你在国内来不及 投保这些伤害医疗保险 你到国外之后 我们也跟金管会 跟还有相关的产售险工会协调 他们有专属的专区网站 可以接受 这个网路投保的方式 网路投保的方式 非常方便 可是你刚才提到说 他要跟当地的雇主来签约 那他怎么知道说 他签下了这个约 的这样一个保险额度 第一个是说 是不是合理的 因为每个地方的 这个保险制度不一样 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是说 之前也就曾经有过说 什么 这些什么英国香港 意大利 然后有这个 我们的年轻朋友 在那边度假 然后被什么 比如说澳洲 被雇主击欠或 苛刻工资 等等的 这些状况发生 那碰到这种情况 跟雇主之间的问题的时候 外交部怎么怎么协助 所以我们做这么积极的宣导 包括过去两年 我们每年都做三场到六场 全国的宣导 还做网路直播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在相关的青年大学 和高中学生 到外交部参访的时候 一年接待2000人到3000人不等 这个时候我们都会借机扩大宣导 保险的重要性 那还有另外就是 跟雇主签 对你有所完全保证的 度假打工的契约 那么最重要就是说 你出国之前 一定要先做功课 因为这个是你自我成长的一环 你出去要做负责任的自己 不要让爸妈妈担心 那你要做功课 出去之后呢 你要做风险评估管理 这个是你自我成长的一环 这是我们度假打工的本意 所以你出去的时候 一定要了解当地 事先了解当地的基本工资多少 一些工作的基本的相关的条件 你要先了解 那么去了当地之后呢 收集资料完整之后 当地跟雇主签约的时候 你才能够知道 你这个约基本上 是不是符合最低工资 相关的保险是不是有涵盖 那么职场提供你的住宿条件 是不是可扣你的工资 有没有超时工作 超时工作薪资应该 哪个钟头加多少钱 这个你都要了解 对 可是因为 你知道像谈到约的这个部分 对 通常法律用语是最难懂的 尤其我们有一些 这个年轻朋友 出去度假打工的时候 你得要有这个语言能力啊 对 他可能就是 一般的这个绘画能力 他觉得还OK 哎呀 我出去度假打工 我就是希望能够 让我的语言能力更加精进啊 可是碰到那些约 可能都截取熬压的 法律用语的时候 那对他们来说不是很头疼 这个部分怎么办 是 所以我们鼓励 年轻朋友出去的时候 基本上当然 最好能够具备 初步的沟通的这个能力啊 但是如果说你在签约的同时 你觉得有疑虑 我们也鼓励他 随时跟我们当地的代表处 或办事处联系 可以吗 可以说 哎 对不起 这个代表处 我是那个某某学生 我来这边度假打工 啊现在要签约了 我也不知道这个约 对我来说到底有没有保障 你们可以帮我看一下吗 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 包括我以前在英国 我们办这个案子的时候 我利用周末 有时候去逛街 我甚至会到明天街 Region Street Oxford Street Outlet里面去看 看看有没有我们台湾 年轻人在那边度假打工 进去我会跟他聊 问问他 把你的契约拿出来吗 没有开玩笑 工作上有没有什么 其他的问题 需要我们代表处帮忙的 对 所以这方面 我们也都很尽力 尽可能的 在不同的管道或平台 能够让青年朋友 有些资讯可以运用 我跟你讲 这一点要 真的要褒讲一下外交部 你去外 你去外交部各地的外馆 它跟台湾警察局的功能 是一样 包山包海 你当地只要是台湾 有什么问题 到外交部各地的代表处 一定给你解决的 不过这不是我的事情 有时候他们 外交部还提供24小时的 这个电话 这一定要的好不好 因为我们国人出国在外 唯一能够有的依靠 就是这个我们的外交部 对 所以这一点不用担心 而且我觉得他们很近 因为我知道 我认识嘛 白信文局 他跑去做外的 他们还到当地的节目 去秀 秀他什么 他自己要做烧饼油条 对啊 所以我觉得OK啦 好 可是富凡人 如果有些人他说 我就是会英文 可是我很想学德文 对 那我是不适合去德国 是啊 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 但是就是说 原则上语文 不会构成你 不能去的一个障碍 不能去其他 非英语系国家的障碍 但是呢 我们也鼓励说 你除了英文之外 你能够具备当地语言 简单的绘画 因为绘画的确能够 带你不仅有助于 你工作上进行的顺利 旅游方便 能够帮助你掌握 第一时间的资讯 然后也让你能够 在度假打工的期间 过得愉快 顺利 沟通没有问题 对 这个非常重要 对 跟我想的地方一样 我想说 我们会连简单英文 去德国到时候 鸡同鸭讲 没有你知道 你讲什么啊 我跟你讲 我觉得可能具备一些 这个 尤其一些重要的词汇 是 是 因为刚才发现人家讲的时候 我就想到 我很久以前听到一个 我们也是国内的 这个 之前的一位名人 他到法国去 就到法国去 银行 要领钱 就怎么领着领着 突然发现 身边所有的人 全部都趴下来了 他还 莫名其妙 难道有人来抢银行吗 对 有人来抢银行 然后 他听不懂 那个法文的 不许动 对 所以只有他 还在那边 大辣辣的 在那边站着 没有 所以这个重要的事情 像去美国 别的字不懂可以 那个freeze 这个字 你非懂不可 那个freeze 你没freeze 你可能到时候 被biam biam 你就导致认倒霉 对 所以一些基本的 这些重要的 这个语言的词汇 可能还是要掌握了 那但是 好 最后请教一下 我们外交部就是提供 这些国家的 民情资讯 你该注意些什么 这些讯息 那 可是我要怎么知道说 哪些国家 有哪些工作机会呢 这是要透过仲介了 对不对 但仲介有 合法的 有非法的 我怎么去挑选 好的仲介 除了仲介之外 我们要 劳动部的网页平台 里面有一些 合法的仲介机构 名单 大家可以上去参考 那么另外 包括像澳大利亚 英国 纽西兰 有部分的国家 日本 他们政府也提供类似这种 给度假打工求职的一个平台 大家也可以上网去看看 了解选择什么样合适的 那么很多更多的朋友 是透过到了当地 才去寻找工作机会的 这样一个方式 或者是透过朋友的介绍 就边做 边找边玩 这样一个方式 所以每个人根据自己的需求 可以做这种弹性的搭配 对 反正前面的做功课 可以透过这个劳动部 或者外交部取得一些资讯 到当地去 如果需要资源的话 也可以透过各住外的管住 去获得一些资源的协助 所以出去的时候 也最好把我们外交部 当地的这个 住管的电话地址 都把它这个抄起来 大家可以上外交部的网页 或领务局的网页 去下载APP 所以全球118个管住 有没有24小时直击的电话 每一个管住都有 我们吃饭睡觉 搭车全部的同事携带手机 随时提供必要的协助 就是外交部 外交部官员真的很辛苦 在白天的时候 这个国内 尤其有一些时差的地方 对不对 你的这个白天可能 部本部有一些 这个事物要交代 所以呢也不得闲 然后在那边白天的时候 当然也要上班 所以外交部 住外的同仁 真的是非常辛苦 简而言之 外交部的各住外管单位 就是国家级的7-11 谢谢 所以非常感谢我们的副代表 所以节目的最后一点点时间 有没有什么特别 关于这个 我们学生度假打工的问题 要再提醒大家 一定要注意的 就是出国的时候 记得一定要先检查护照 每个国家规定不太一 一般来讲 护照下期最少要6个月以上 那像澳大利亚 它规定要12个月以上 所以出去的之前 要检查护照 自己做足功课 除了保险之外 也要到我们外交部领务局的 出国登陆的网站 登陆 登陆你的联络方式 万一你在比较偏向的地方 发生什么事故 第一时间我们可以 找人协助你 或者是我们代表出 同事可以派员 我们代表出可以派员 到当地你提供必要的协助 那另外就是很重要的 到了当地 一定要遵守当地的法规 不要有人家脱带你 不明的物品 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带 那另外还有一些 目前出现一些 网路诈骗的事情 国人到国外去 在某个地方设立据典 进行网路诈骗 那另外反正到了当地 一定要遵守合法 当地的这个相关的法规 举止行为代表中华民国 代表台湾 大家怎么样去判准 台湾是不是一个民主 进步的国家 是不是一个文明的社会 各位就是最好的行销员 对 要让人家觉得说 哎呀这中华民国 出来的这种国民 厉害 了不起 很棒 八个字不要做 投机取巧 贪小便宜 这四个字 这八个字 从中不要做 不然的话你可能就会 被可能被陷害 或者怎么样 对 好 所以非常感谢 我们这个 副翻译人 李先章 李副翻译人 谢谢你 谢谢各位听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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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